没有解决我没有办法到军典 这13年来我一直走得那么顺 解决是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发病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也不敢去看医生 也不敢去面对这个病的状况 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 那时候严重到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就会有人跟你讲你有病 而且是很严重的病 整个人都变形了 有一次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姐姐打电话来问候我 我从小就不太喜欢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太漂亮了 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羡慕的对象 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会羡慕她 因为她能得到的东西 都是我梦想中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是身为一个男孩子 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那个东西 她在圣诞节就打给我 她听我说话的声音 她觉得怪怪 她跟我说 弟弟你是不是有生病了 我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如果按照我以前 我一定跟他否认人说我没有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因为那状况已经不对了 然后他跟我约到医院去 然后到了急诊室的门口 我先到 然后我找他的时候 因为他还没有到 后来我看到有一个人 穿个白色的长袍 戴着口罩 然后戴着帽子来 因为那天很冷 那姐姐也是刚起完肾 她怕感染 所以很害怕 都自己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她下车我就知道 那是我姐姐来了 没有错 因为我知道 她虽然只露出两个眼睛 我知道那是我姐姐 可是姐姐进来以后 她没有看到我 当她跟我插身了 我整个人就吓坏了 我就说怎么会 我们只不过三四个月没有见面 姐姐已经不认得我了 我就很快地回过头来喊 说姐姐我在这里 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就姐姐回过头来的时候 她的眼眶先是一个震惊 然后就慢慢地眼眶就开始湿润 就慢慢泪水走过来 慢慢泪水就滴下来了 然后她慢慢走过来以后 她什么话都没有 说只说了 把我按坐在后诊卷的椅子上 只跟我说一句 弟弟你不要怕 有姐姐在这里 让姐姐来照顾你 保护你 我只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要帮她把病治好 这个承诺到目前为止 已经将近十三年了 刚开始她当心理性 有打算说 这个弟弟可能是得了艾滋病 可是她没有说 可是她心里已经犹豫算了 她还是用全心全愈 毫不设防 毫不设限的心态来接纳 不管韩国强是得病前或是得病后 我们都是定期地一起吃饭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并没有用那个公筷母吃 也没有 然后我们也一起出去旅行 那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牵着她 跟她手扶着手 就是说在外面散步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 那我从一个完全不敢跟外界接触 甚至于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的人 然后他在旁边 从来不给我任何一丝一点的压力 他只是旁边我们说 你需要去做些什么事吗 你觉得这样好吗 然后慢慢地带引我去信了宗教 去信了佛教 去开始学习 去跟着外面接触 一点一点的 好像是上天都安排好的 其实我觉得它是我后面最大最大的动力 我常常说说 艾滋病是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 直接这是我旁边最大最大的一个助力 如果说连家里人都不能接纳他们的话 等于让他们没有一条回头的路 我真的要感谢的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我姐姐 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的原点 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没有帮她走到今天 然后再来我要感谢的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要感谢的是艾滋病 因为没有她的话 我没有办法开启我的另一条生命的路程 让我知道我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是对的 前面那四十几年对我来说 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无知少年时期 可是生了病以后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而且我做的是对的 我永远不会去变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们听了这堂课以后 艾滋病到此为止 你们之后的人生 跟艾滋病说再见 谢谢 我最爱听到这个话 谢谢你 谢谢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